嗨,你好,我是叶希,花蕊蕊,希望的希。今天,你还好吗?我在北京,祝你晚安。 前几天,我在网上刷到了一条视频,是前几年很火的电视剧《北京女子图鉴》里的一个片段。 其为一个人去医院书页,想上厕所,却不能自己解开裤子,不得不哭着,向旁边陌生的阿姨求助。 求助的那一刻,成年人的体面荡然无存,留下的只有软弱,更无力。 之前网络上流传过一张孤独等级对照表,大概有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看电影,一个人去医院,一个人做手术。 但其实,这些在成年人的生活里,早已习以为常。 我们以为,早就在生活的打压下练就了金刚捕坏之身。 但,往往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瞬间,细碎又尖锐地,戳中我们的孤独感。 前几天和朋友见面,本来约着找一个好看的咖啡馆聊天,他却突然叫我去他家。 等我去了才发现,屋里一片狼藉,还未拆封的行李箱,扔在桌子上已经坏掉的水果,让我一度无处下脚。 朋友苦笑着和我讲因为搬家还没收拾干净,事情太多,只能在家里边收拾边跟我聊天。 我才知道,为了上班近一点,朋友忍痛多花房租租到了现在的房子,却在搬过来的第二天,被公司自退。 他一气之下,想着这个房子也不租了,直接回老家。 在家躺了两天,冷静下来,想起来,突然退房,押金是不退的,于是又鼓起勇气,重新找工作。 几千块钱的押金,朋友舍不得打水漂,但要找到最优选择,要做出损失最小的决定。 不顾一切的随心所欲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奢侈品,大多数人的生活,都是精心计划和安排过的,不能有差池。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能力有一个很经典的对白,小女孩问梁,生活是否永远艰辛, 还是仅仅童年如此。 梁昂回答说,总是如此。 我曾经在地铁上遇到一个姑娘,深夜的地铁人不多,但大家都还是正经为作的样子。 她不顾身边人的眼光,脱掉高跟鞋,光脚踩在地上。 脚后跟,已经被不舒服的高跟鞋,卡破流了鞋。 她眼睛紧闭,靠在座位上。 直到电话响起,她迅速睁开眼睛笑脸回复,好的没关系,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 他们都说,成年人的崩溃都是小心翼翼的,会躲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崩溃完,在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恢复平静。 所以这个姑娘心里,一定是有很多苦,以至于,她根本忍不到回家关上门的那一刻。 挂掉电话,她就忍不住了。 人间诗歌里说,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情,到处都是各种枷锁束缚着你,稍微动一下,就会冒出血来。 成年人的崩溃,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些人,声势浩大,无人逃脱。 很久以前,我因为工作压力大,失眠到凌晨三点,发了一条朋友圈问,还有没有没睡的朋友,为什么不睡? 本来我没有期待任何人的回复,但那条朋友圈却异常地热闹。 有人说,父亲得了癌症,他在医院陪床,两个小时醒一次,看看父亲的状况。 有人说,陪客户喝酒喝吐了,和客户分开之后,直接一个人打车去医院打点滴。 有人说,辞了工作,在家准备考研,睡到一半,梦到自己正值只考了二十分,下醒之后就睡不着了。 这些让人苦恼的事情,对成年人来说,不是什么致命性的打击。 但就像慢性伤害,一刀一刀地划在心上,划掉了我们的天真跟自信,也划掉了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,和不顾一切的勇气。 我知道生活不容易,很多人都在咬牙苦撑着,偶尔也会听到撑不下去的故事。 有的人辞职,有的人回家,有的人分手,有的人总是一跃。 但大多数时候,大多数人,都唱了下去。 人就是很奇怪的生物,有时候脆弱得不堪一击,有时候又坚强得出人意料。 但都会过去的。 深夜哭过的人,是不会轻易被白天的困难祈祷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